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如戏曲、书法、物术、诗歌、茶、对联等文化 今天这篇文章就讲对联文化 一起起对联 很多人会想起包含农农年威的春联 因为那是最成容也是最大众化的 古代的人们 如果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联 是会尝试去对对联的 历史上对对联的高手有很多 比如苏氏、唐伯胡 清代的季晓兰的才华横迹的文人 清代的季晓兰是一位很有文化的人物 很年轻就考上见识 因为很有才华而深受皇帝的喜爱 四苦全书就是他编转的 他还自称自己是清朝第一才子 不过当时的乾隆皇帝 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 很喜欢作诗 对对词 所以季晓兰和皇帝 两人经常接触交流 有一天早上 皇帝下完早朝海早 就和八位大臣玩起了 相当于玩复合的游戏及叶子戏 其中一位大臣就是季晓兰 皇帝突然有了对联的灵感 说出了一个上联 其男一女同桌凳 和些姑子不含羞 皇帝出了上联后 很多大臣都不知道如何对这个对联 这个时候季晓兰对出了一个下联 三宫六月多姬妾 圣明主理当自爱 她是对的十分公正 而且有意味的 但是大臣叫皇帝要自爱 算是比较放肆的了 但是皇帝很大度 还赞扬他感知书兄弟 所以赏赐了他银子 历史上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对联 终于看小桥流水 小桥是三国时期的人物 而且是一位美女 终于是三国时期 一位很有智慧且长得帅的人物 后来两个人成为了夫妻 所以这个对联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都包含了一对夫妻的关系 还有小桥流水这个成语的意思 已经真的是十分深远 不对这个上联有了 下联是很难对的 但是我国还是有很多有才华的人 如嫦娥日寇一生日 如原地戏招军出赛 这些都是对得很绝妙的 这些网友给出的下联 是很让人拍手吊绝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